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难吹 知道吧 咱是特写 不但这活干的好 是吧 酒也能喝过三十个点 是吧 那天那个标准会知道 三十先那谁西伟 还有马哥 还有那谁四四哥 他们四个他们几个人找我喝酒 咱那标准会咱 愣给我这喝 喝卧卧 我就咔一杯下去吓住他们了 但习尾不服啊 咔也干一杯 等他喝再半杯的时候咔他倒了 我当时我想傻了 我又咋回事呢 他们喝酒不行 站着干啥 坐下 坐下听你干 不要动 赶紧 你先坐 你先坐 坐下你 你站着干什么玩啊你 我媳妇你怕什么玩没事 坐坐 坐喝 来 摸我 哥 哥 这家伙 这有酒有菜多来拍 是吧 去出去给哥拿杯子去 行了 弟妹 不是说去找活去了吗 啊 这没找着不就回来 可是也没事儿坐下就 这就是你们找的活是吗 啊 快喝完啦 快喝完啦 天天不拉活就天天这么喝 人也喝完了 也不多喝 那喝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你告诉我啊 就天天这么喝下去了 是吗 唉 为什么不去拉活呢 没有活我们咋拉呀 人都钱多多 那个拉扯的 那个 说得好 说得非常好 那你们想没想过 为什么没有活拉呀 好 站起来 站起来 我们是梦子 坐下 看这样啊 哥几个还认我这个大哥 我说话还好许 我想跟哥几个说个事儿 我想成立一个板车队 把大家组织起来 原来呢 我们是无组织无纪律 这回啊 把大家组织一起统一派国 统一出国 专门统一着装 人家一看啊 这些人 有组织有纪律 人家信得过咱 可能找别人的活一看 就让他们来看 我不知 大家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看 他我就不问了 这不都睡着了吗 用他是谁的我知道 你说 我 哥我 好 我明白了 你呢 黑子 你别打马过眼 我现在问彪德佛 以彪德佛为准 如果彪德佛同意了 这事儿就这么做 这么定 彪德佛我问你 你愿不愿意 跟前景哥一起干 好了 不用说了 彪德佛做出了这个手势 那就是同意的意思 好了 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好 继续喝了 你这就是同意的意思 走了 爷 走了 我又来了 爷 我又来了 我问你这儿我忙一趟行馆吧 没任何行馆 好了 这声音还不错 老冬呢 还没回来呢 你咋来了呢 我找他谈个生意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你咋印上名片了呢 哪里得印 这么大的队长呢 不就名片了 前两个发什么 功能有板车队向前进 队长兼党小组组长 括号高级技工 哎呦 老天爷 你怎么也把车间副主任印上 我天妈呀 赶紧就收回去了 忘了 这怎么还当真了呢 能不当真吗 虽说咱现在是从头再来了 但以前的光荣历程不能忘了 啥光荣历程啊 你领片了 对啊 车间副主任忘印上了 这招人他不太了解 哎呀 前进哪 你这不光是忘了印车间副主任哪 是吗 你这还缺很多内容 那你跟我说 这玩意我不懂 对 你还得印上啥呢 你还得印上向景丽的爸爸 高丽华的丈夫 那你这么一说 我对你落的内容太多了 你比如说老杜的情敌 行 不高兴了 我跟你讲是吧 我跟你说点正经事 我了解了一下 这赞助啊 感情里边说的挺多的 自从你跟我说啊 你给我赞助服装 我这心里头就不踏实 可中国话说 那叫怎么来的 叫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歌外国话那叫没有免费的午餐 哎呀 我就想怎么报答你 怎么反馈于你呢 我突然想起这么干干 我怎么把老杜服装店 这几个字样 直接呼我后背上 我大街小巷溜达着 定算是给你做广告了 也算是回报 你看一下如何呀 真准了 哎呦我天妈呀 我这还得卸主容颜 不是 这对我是好事 我还得谢谢你呢 啊啊啊 哎 丽华呀 你看现在前进啊 开始有市场经济意识了 我跟你说这市场经济 它就是得按劳获筹 我跟你说啊 我这赞助费是花值了 你瞧瞧 你老杜说花值了 你这个运刷费呢 我也出了 哎呦我天妈呀 老杜 你这么一说 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又得琢磨着 怎么回馈于你 你就知道了 行行行 我再看看我看你还缺少了 不能看了不能看了 我得回家了我回家了 哎 你别走 那倒点了咱俩一块走吧 你看看这家 马上就夫妻双双把家孩了 是 那我还继续地孤独地站台呗 这个不行啊 我发销了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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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还这个 说主啊 你惊醒眼了 就这点玩点 我整 reluct 你 está 那一个人 老师傅 你们都要低半 打脉都出来了 辉陳 辉轩 би贝 ensuite aos 嫂子 上的大哥 那这大哥那ا大号 mound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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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 这人怎么拿到 哪个大小不合适的话 还有 还有 有规模的小再换一下 有合适的 拿着我给你们改啊 这个 谢谢嫂子 站好啊 来 来 来 拿小剑吧 来来来 我给这家说一下啊 小点回来 诚哥说话 好了 听见没有 听他额的 站好了 看 这多好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今天呢 我们有幸 把宋厂长给咱们请过来 让他给咱们说两句 来 好 好 站好 站好 来 站上去 你怎么上车 把风放上去 来 来 还议 还议 好 站好 好 好 好嘞 同志们 前进 今天让我来和大伙 讲几句 其实我本不想来 来了说啥呀 见到你们 我心里挺不得劲的 和你们相比 我这个当厂长的 做得是太少太少了 我很惭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 你们虽然都下岗 但你们不等 不靠 不要 没有沮丧 没有抱怨 反而在前进的带领下 成立了这个 公有板车队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你们没忘了 你们是老北方厂的一员 没忘了你们身上 流淌的是产业工人的血 这就是工人阶级的 精气神 好 好 别给我鼓掌 我今天来啊 是给你们鼓掌 给你们喝彩来了 今天我在这儿 也给大家吐个底 咱们场子啊 现在是破产清盘 然后啊 就是从族改制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不 我坚信 咱们场 不久的将来 就会重新站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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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今天不多说了 今天是咱们 公有板车队 正式开张的日子 我就代表 咱们老厂的留守员工 衷心地祝愿你们 向你们学习 向你们致敬 祝愿咱们公有板车队 骑差得胜 马到成功 红红火火 生意成龙 好 邓人 朱 span 哥 你回来得正好啊 我跟你说 赶紧喝口水 喘喘劲 把这货给送过去 我这一上午拉三趟的 很想累死我呀 哎呀 要不然这样 你呀 帮我调度一下 我替你送过去 你们这生意够好的呀 那是 托你们的福 这是我们向内长 向前进 有他 你放心 怎么着 内长 这是我家地址 你给我送到吧 我在家等你 不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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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跟着一起压货 万一碰着哪儿什么呢 公有板车队 有组织 有纪律 队长亲自给我送货 我押什么车 家里线啊 就这么着呢 就这么着 好 谢谢你的信任啊 看见没有 黑子啊 人家信任咱们 咱们可得对得起人家的信任 不能人家把咱举得高高的 咱接不住 回头把咱自己摔得叭唧叭唧的 不会 哥 我说 胖子快点的 还等你送货呢 好嘞 这是我队长 所有规定 全他定的 胖子 来 哥 还一趟是吧 快点啊 我咱们去外面走 注意安全啊 拉车怎么最货你 不是 慢点 慢点 大姐 大姐 我再给你便宜点 行不 不是钱的事 我就找工业把车兑 你是工业把车兑的吧 你是工业把车兑的 大姐 你有啥事 帮忙 我想运家具 你们是一口价吗 绝对一口价 而且什么的 家具要是磕了碰碰的 我们照价赔偿 没问题 三楼加钱吗 是这样啊 这楼层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有电梯没电梯的 三楼以下的免费不要钱 三楼以上一层加两块 行了 咱就走 再一个告诉你啊 满意了你给钱 不满意你可以投诉我们 最终叫你满意为止 行 那走吧 行了 二嫂 这大姐这活你拉一趟 你看我这么忙的 你让我歇一口气 行 行 行 警察 你放心吧 大姐 那个货在哪呢 在里边 好 老师 小伯 你还要跟你说话一样呢 慢点多一会儿 你给你送过去啊 别着急 听见没有 好 大哥 老哥 干啥 找人是吧 不是 你俩想入伙 对 那个 你俩是工人吗 是 是 是 不说了 不说了 咱这啊 我们队长告诉我们 是这样说的 想入伙的 一律我们都接受欢迎 没问题 但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什么规定呢 我们要审核 如果十五年以上工龄了 我们要优惠 优先 没问题 还有一个 这个有技术的工人 我们也优先 像什么当过劳模的 什么先进的 像这样的 我们也悠閒 完了以后就进入面试 一个月的使用期 一个月过后 那你就可以入伙了 还想入伙吗 入伙 你说这条件 我都符合 哎呀 大哥 我也符合送一下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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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 你俩啊 登记一下 好不好 好好好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相爱总是简单 相处太难 不是你的就别难 舅舅舅喊得真好听 舅舅 那不叫喊 叫唱 舅舅 你觉得舅舅在音乐上 有没有前途啊 啊 有啊 那你觉得 舅舅的前途 在不在这座城市啊 来 舅舅 舅舅舅 舅舅舅 舅舅啊 舅舅的前途啊 真的不在这座城市 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里呢 有很多像舅舅这样的人 在追寻自己的梦想 快乐着幸福的 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吗 那个地方叫北京 嗯 干一个 再喝不算啊 哎 人类祝贺拱幼伴扯队城里啊 行行处庄园 乐学的梗 挡了这个以后 比他挡了个扯阉猪人还威风 对不对 对 来 乐学的梗哥 喝一个 快喝 大家快喝 快喝 快喝 上吃咋吃 上点啥点啥 我跟你说啊 我就在那儿我出不了活了 一会儿过来登记一个 一会儿过来登记一个 那家伙整个快递准的 那家伙儿整个快递准的 那家伙儿弄咱的队吧 那你赶紧 那两开给我装大一下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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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再提一个 这个 嫂子 我才来这儿一个礼拜 全仗着你们家前进哥 还有大伙儿照应 啥也不说了 这杯酒啊 我先敬您 这么着 我喝仨 您随意 怎么样 扯淡 凭什么你喝仨我随意啊 凭什么你喝仨我随意啊 咱俩一人撒 好 回家 那席个嫂子 让我了解嫂子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好听吗 老公 还好听 司机列位那么好听 我告诉你啊 你闺女姐姐她老实说了 说让报个音乐班 说她有音乐系报 随我 真的呀 跑调啊 可不 当场就被我给拒绝了 这扯啥呢 跑调也报啥音乐班啊 这不 上回说啥呢 这 上回整 又不整一啥班 反正就好以时 我就想说这 你要再整音乐课啥 那不就更贵了吗 不 报 你这么点就跑不掉 你长大都跑到啥地方去 你越跑越歪 我向前真的闺女不能跑调啊 她得向前直流的前进 不能向前歪 一歪不掉狗里 掉啥狗 掉狗我跟你讲 她现在自个儿掰呢 我觉得她可能知道了自个儿 你知道吗 她老是跟我说哈 说她小舅是弹琴吧 她就直勾的 就看着她小舅你知道吗 然后插不思绊不响的 刚才自己来的时间掰呢 她肯定知道了她 你可拉倒不 你想她小舅给她掰呢 不行啊 掰吗 她小舅本身就不行 你看现在赶紧 那让她停下来啊 咱自个儿找老师掰呀 这不行啊 那她小舅不行 你那一个她小舅给掰弯呢 倒不是她小舅给掰弯 她小舅的水承不行 你想想咱得找一个明媚老师 好好歪点 我想该怎么歪的 那她怎么歪 还是谁还能怎么歪 才回来呀 啥子呢 完了 全完了 怎么就完了 怎么在这儿了呢 你看国强 你看国强 国强咋的了 遗书啊 什么玩意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音乐理想故事 是这么的吗 改了 她给改了 二者杰可抛 我走了 你们别牵挂国强 你走哪儿去啊这是你 又走了吗这不是 这怎么的 干嘛呀你 怎么呢 咋整个早去啊 我去给你找回来的 快去找去 谁敢谁敢去 谁敢去 谁敢去我看 怎么着 这 早就应该走了 男子汉大丈夫 就应该闯荡江湖 身不由己知道不 什么是身不由己 怎么的你要去 你我告诉你 你要去我给你离婚 不去不去不去 你你 行了那什么 我告诉你 就你那个儿子 只要他吃不上饭 睡不了觉 肯定就回来找你这妈了 对对对 你呢踏踏踏踏跟家里 该吃吃该喝喝 然后就在家里等儿子就行了 好那么低吗 怎么就不好那么低 你 你这儿子只要你一个乐了 就找 笑啥玩意 这不黑媳妇嘛 你干啥去了 你干啥去了 我这求个桶回去 你们家这干啥开会呢 小心 喝点 哥今天阳去了 老阳去了 是啊 行了 妈咱回去吧 不用找 早我回家 早上热了 困了就找你来了 早上你赶紧歇会儿吧 爸爸 爸爸可不知道 舅舅去哪里了 去哪里了 他说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哪儿啊 哪里有他的梦想 到底是哪儿啊 北京 你那儿找找 跟咱就业有关系的 这儿有 有有 是是是啊 嗯 要大力做好 再就业工作 采取有效政策 广开就业之门路 增加就业岗位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吸纳更多下岗职工 听见没有 这话啥意思 这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第三产业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的 啊 我们现在板上队干得红红火火 那得吸纳好多下岗职工 是吧 洗手机 哎 要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 下大力气搞好下岗职工的 培训工作 提高他们的再就业能力 你啊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得转变观念 啊 你还得提高速度 啊 这两手都得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呀 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技术工人 哎我这下来的登板车来了 我多多多掉价 我不能当这个 我得当老板 我得开汽车 哎 你要真有这能力 你真就去开汽车 你当老板 你看你有没有这能力 好 好 接听 进一步完善促进下岗职工的 在就业优惠政策 鼓励下岗职工到非公有制 经济单位就业 自己组织起来就业 或从事个体经营 使更需要就业的下岗职工 尽快地走向新的岗位 这个说得好 这个啊 哥哥你能让我读卧哦 哥你别说 你看你解释 你别人念得还多呢 这干啥 咱不是读博式进化思想 咱关键还得干偶尔的时候 你快点念 帮你解释你就听着 一会儿咱们这大都得干好 前进 好 这就是从我们老北方厂走出来的 公油版车队 电视台的记者 采访你们来了 来 你好 前进组织 好 来 朋友来 来 照相你说你怕什么 这挺价人的 盐位子放上十五分 这盐也不行 还有我给胖子都省一省 这个姜油不行 咋不行啊 还得大过散少 这个胖粥胖的味道不好 那行 那你自己去选啊 你说这个得分量和我散妆的啊 你弄到一块儿的话 这能比我便宜不少钱 是吗 那好啊 又好吃又好用的又省钱 哎 对了 那我问你这点 这国强还呢 这个还又出息了啊 国强有啥出息啊 离家出走那叫出息啊 哎 你啥意思啊 你想有出息想离家出走是不 你这个人啊 你观念离家出走不出走 你还只要出去 你还把自己昏耗的 你还回来 我都觉得耗着 对吧 再说这对你表现是个耗似 这个哥啥好事啊 哎呀 你想不过闹太太 你才能垫自己的 没有为了一套房啊 你啊 这国强也做 这自己给自己来领复地抽薪 那不对你个好处呢 这事咋叫复地抽薪呢 你给我解释解释 老板娘 哎 嗯 老板娘大门口的活儿 我都干完了 我忙到厨房里 厨房的事情 我都已经吩咐他们了 好 还有那个地呢 我已经拖完了 嗯 那个茶水我也泡了 我现在还要干什么呢 这不到饭口了吗 马上要上客人了 一下就准备准备吧 行 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嗯 辛苦啊 麻烦走了 好好好 这家的真好 真能干 勤快这孩子 这妈确实还能干 嗯 前军同志 你别紧张 就和平常说话一样 哈哈 紧张我倒不是紧张 我就是 反正这么说吧 你们电视台想问啥 我交代就完了 你交代啥 咱又没谈错误 咱交代啥呀 哎我这意义 那必须让我哥交代呀 就不为别的 就为咱这事衣服 让我哥说说我嫂子 为这事衣服忙不及过 不是 那个我觉得哈 最关键是啥呢 是那个 他那个 归床制度 归床制度就是他把 厂里工床就拿回来以后呢 就是赶掉 赶完以后 就是我们能用什么 写了十几页呀 就连夜写用白天干活嘛 没有时间嘛 晚上写 咱开着灯 废老店了 嫂子也不说啥 这是挺感人的 嗯 他们说的呀 这都是一些旁纸 谁要应该说的呀 我觉得你们想问的 也就是我们下感 在就业这个地方 嗯 在就业都是有过程 那我们刚下岗的时候 怎么说呢 心情不是很好 啊 就是 很很苦闷 有的时候就默默地 就走到厂子门口 到那儿了 就不知道干什么 茫然的又都回来了 是 那不因为啥 你以前经常过去上班嘛 你从来也不迟到 咱我们都特别熬了 几个人在厂里 就上班永远都不太迟到的 一块去上班嘛 突然就一下休息了 你妈还不喜欢 还想上班是呀 把这钱的收收 就去到厂门口了 跟彩哥哥说的 反正是他说这种情况 我们都有 每个人 我相信 但是呢 后来我们又一想 可能是我们厂备了 设备也成就了 咱们都是计划经济 对吧 走出来 就是 好多产品 在那儿堆着 也没人要 买不去 可能是拖国家前进的后腿 对吧 哎 一想到这个 哎 不能拖国家后腿 我们抖国家 Brittany 就对以后有好处 心里就场成多了 嗯 就从家里边走出来了 走到了社会 在社会上 就是干点啥行呢 正好 那天呢 我就碰上一个 一个老哥们 出去溜了嘛 对 去吧 推半车 一个大上坡推的都是面 上不去了 我就帮帮推 我一看这东西挺好的 我就弄了一半 骑了几天晚上挣两钱 然后往家滴了个烧鸡 咱们我们当时不知道 你知道吧 这家伙哥平常不爱买的啥 零食啥的 这家伙里有鸡子 有猪头肉啥 就回每次都这样的 一会儿弄小车 是不是想到时候想家里用的 没到时候想就拉脚去了 哥这挣钱呢你带咱们 对我现在试试行才带你 不行 我不用带你 就这样我就 我紧急我就出去买个车 我好几百 他三分钟买的嘛那时候 我陪他去的 大家都挺高兴 反正怎么说呢 总的来说吧 就是 我琢磨出一个道理 就是下赶不可怕 不能自己先倒下 咱是工人 有的是力气 咱是凭力气吃饭 凭本事养家 咱怕谁 是不是 再说了只要咱好好干 有这个贵人相助 高人指点 朋友的支持 家人的支持 是吧 咱就干呗 我就不信 万众一心 他又干不成的事 能有多大事儿哟 咱是老爷们儿 做事儿拼的就是一股劲儿 整的就是一口气儿哟 整的就是一口气儿 人生这一辈子 人生这一辈子 哪能没有坎儿 看开了向前进 这都不算事儿哟 人生这一辈子 哪能没有坎儿哟 看开了向前进 向前进 咱能有个好心气儿 咱能有个好心气儿 好 姐姐 爸爸跟你说啥 记住了吗 太好了 这怎么能教孩子说假话呢 能教人 这小孩儿 说啥在麻戏 妈 我们进去了啊 来 来看看姥姥 妈 你怎么还不吃饭 这郭强啊 都走了一个礼拜 你怎么还没过得劲儿 老高走了 郭强也走了 这不还有你们老高家人的吗 你也要走啊 我上哪儿去啊 你就扒着我走呢是不是 我要把信息啊 汇报给咱妈 一准激动的不定啥样 妈 国强来信了 你看 这两个 这只够你 姐姐 跟姥姥说 姥姥 我舅舅说 她在北京过得挺好的 她在给人做曲演出呢 对 这是给给你的一千块钱 嘿嘿嘿 真的啊 真的啊 哎呀 这玩什么都是假的 这钱是真的呀 哦 这你要是不要的话 我可真动手 这是孝敬我 我的 这是我儿子给我的 你要抢我就给你拼命 哎呦我天 我抢 妈可知道你的信了 你 你怎么财难信啊 方向远 行了行了别哭了 你儿子也算纸上了 你是不是得好好活着呀 那吃饭吧 对对 饿死我了 饿死我了 可算饿了太感人了 赶紧 那 走吧 董事长爷 哎 快点 完了 呦大姨 哎呀 挣钱了啊 买包子这啥钱呢 这是 这是我儿子国强 干给我寄来的 哎呦 要下去了 是吗 国强有出息了大姨 那恭喜您了 恭喜同许 我们干嘛家庭的子女啊 发到哪儿都发光发亮 都死了 大姨慢慢说 再把揍 书炒进去 大姨别信他瞎说 他没瞎说 眼气啊 我手钱从来也不抽 都有份都有份啊 今天的帽子怎么免费送了 哎呀 我女婿上报纸了 我这个当丈母娘的 还不得表现表现呢 啊 谢谢啊 哎 都有份 都有份 不着急 哎呀 看哪 看哪 哎呀 婶儿 你看 哎呀 前天大哥的照片 太大劲了 哎 你看那个衣服没有 啊 这都是丽华呀 戴着服装带给他们做的 哎呀 哎呀 哎呀婶儿婶儿 就在大哥旁边 你看 彪子和胖子呢 哈哈 看见没有 所有的人都占我们前进的瓜 哎呀 可不 哎 婶儿 你看这像不像 那个什么 那什么什么歌经那个 哎呀 歌经 啊 前几天呢 胖子给咱读报 报上呢 哎 胖子呢 昨天那什么 哎呀我跟你说 我说多少回了 政治学习非常重要 这体现了我们这个金城面包 啊 啊 胖子哪儿去了 昨天接个活嘛 不是给人搬家 好好好 不不说 不说 回头那个给他传达一下 好 咱们继续啊 独报的时候呢 提到了那个 国家对咱们下岗工人的 再就业的优惠政策 啊 为此呢我专程啊 去了一趟那个 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 哎呀这一去才知道 感情咱们成立板车队啊 你还得办好多经营手续呢 那咱也办不办 办哪 我一过去就说 哎呀你是不是那个工友板车队的队长啊 我说对呀 不但是队长 我还是这个党小组组长 他说你这个 你这个啊最多啊 应该算是一个流动党组织啊 你也不能叫党小组长 你得叫临时负责人 不是这么说的 是啊 所以说呢 都签成好多事儿 什么事儿呢 就是你现在是一个经营性的一个实体 你得办理这个工商登记 你还得办税务登记 还交税呢 当然了 你这个 你经营性实体嘛 你干活赚钱 你不给我家交税哪行 所以呢 说是得 怎么这个 应该是怎么说来的 我想想啊 我看这儿 看这儿 下岗职工自发组织经营性实体 五年内免税 兄弟们 五年内免税啊咱们 好啊这儿啊 这好事儿 我说还有啊 咱们现在啊 办理了全套的手续 接下来呢 咱们就更加得注意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咱们是 自发组织的经营性实体 我们代表着老北方厂 那么多下岗职工的精神面貌 好 我跟你说啊 就是啊 好 什么我这还没说完 你扒唧扒唧拍什么玩意儿 不是我扒唧来活了 好 这下去哪儿了哥 哎呀看我的帽子 多少钱钱的 你还替我存着呢 你就向前进嘛 对对对 你还我的货 你吓死你 你还我的货 你还我的货 别别生气老哥 你去去去去去 我给你送过货 是你们板车对人 把我货拉走了 那行啊 那你也别着急 这不都在这儿了吗 谁给他送过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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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就业榜样呢 把这货给掌丢了还不承认 你说我可怎么办 天哪谁这不承认 你咱都振大岁数了啊 咱不闹行不行 哎 你看啊 我们这里边 谁给你送了货 你再好好看你先别哭 这啥事啊 捡我货的是一个大胖子 那五大三处的 那咬去这老虫 谁说了 胖子 我的妈 累死我 我累了 就是他 你还我的货 你还我的货 这也不用着急 这人都在这儿呢 你看 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 你给他送过货吗 送了啊 不忘了啊 就是啊 送到了啊 不可能啊 我打电话了 人根本就没收到了 不可能了 人家写收条了 写啥收条了 人家没收到呢 写啥收条了 是不是 这啥条人家也没收到啊 怎么收条了 这是你自个儿写的吗 哎我的妈呀 你这个仇佛四伙的 怎么回事你啊 等会儿看 你看啊 这个 这你写的那个 送过地址吧 看这个 朝阳路十三号 是不 就是朝阳路十三号 是你写的不 错了 什么错了 错了 什么错了 我写错了 这 这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朝阳路十三号 那你这你跟他有啥关系啊 是的 你跟我回来 走 走 我连个地址都写不清楚 我不就是个非人吗 行了 那个 住院手续已经办完了 家书也通知 哎呀老哥 你这血压太高了 把医生都吓坏了 相对着啊 嗯 你真是个好人哪 这么客气 一下会遇用这种事啊 多注意就是了 用心细点 你这地址弄错了不要紧 你差点弄出人命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不能走啊 向队长 我这事你不能不管啊 大哥 你这就不对了 我们按你写的地址吧 把货从闹之中就完成了 那我们还咋管你 我告诉你啊 我还没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呢 什么呀 那血压本来就高 你让他静静心 你好好休息 他不是有地址吗 我们帮你找 你放心 你安心养病 那我们先走了 谢谢向队长 我们先走了 你慢走 货是里面送错的 找我干什么 这位大兄弟啊 你的话说的没错 责任在我们来 还请你网开一面 把货还给我 还给你 没有个千八百的 恐怕你是拿不走吧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都是拉板车的 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货主听说 货送错了 而且不给我回退 急得都住院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回去修钱吧 那行吧 那咱们还是先走吧 这就走了 你没听人说吗 没有钱不好使 所以咱们还是报警吧 行 报警 那就报警吧 对 怎么着 那就报警 报警 拿警察跟我说 这人都走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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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打警察 警察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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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呀 干啥玩意儿 有客人在 那么多事儿呢 孤不上了嫂子 出大事儿了 怎么的了 黑子和胖子 让警察给抓了 为啥呀 你大哥呢 就最早的 就是大哥也让人抓了 这他犯啥事儿了 真是 不知道 我嫂子 快看看吧 干哪儿 哪个派手腿啊 干啥 干啥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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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的 非常感谢你们 能够与不良的线线 去做斗争 但是下回你们一定要注意 有这样的事儿 第一时间一定要报警 是是是 这样跟你们也好 对对对对 嫂子 进屋这屋 哪儿啊 进屋这 啊 进屋 哎妈 全在这儿呢 给我闭嘴 闭嘴 警察同志 不上来 警察同志 你这包 警察同志 我是来送东西的 看啊 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给我闭嘴 那什么 警察同志你听我说啊 他们都是老北方厂四车间的 我爱人向前进 是这个车间的副主任 那是主持工作的 厂里最好的车工 连续五年 五年的先进生产个人 和劳动模范 每年厂里的生产大会战 那都参加 这 这有证明啊 你看 标兵 啊 这这都是奖励的 这 这不是下岗了吗 带着这帮车间的兄弟 也弄了个车队 其实干得挺好的 这 报纸 这报纸头版 聊写版报纸都上了 但是你要说这人 有毛病那是肯定的 但是他要是什么 说的是流氓团伙 打架啥的 那肯定不可能 跟他就没关系 都是好人 这是 这是嫂子吧 对对对 那既然嫂子来了 那你们就一起回去吧 啊 这就能走了 对没事 能走了 这咋得亏我来了 你说你们几个 不是 嫂子 你弄错了 我们是做好人好事的 啥好人好事 整派出所来了 我们建议勇为 做好人好事 人家还要送锦旗呢 嫂子你误会的 真是好人好事 这嫂子 你看这啥整齐大腿 这玩意儿拿来个啥玩意儿 嫂子 嫂子我不说了你嫂子 老嫂子你就看不上 我们哥儿几个 我们现在进步了 我们现在有组织的 对 我们也进步了呢 好人好事 好人好事是吧 对 对 大妈 一华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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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华子 嫂子 嫂子 一华 嫂子 嫂子 那我们晚上没事 你跟我先走了 啊 哎 不是 怎么了老乡 紧急 晚饭甜东西 拿到手帮我